我們正式講到之前有兩件事 第一 你看我這樣做法的衣服 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而是找不到一些可以打太的衣服穿 那個原因就是這個樣子是這樣 會不會擋到你那些人 沒有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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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沒有辦法找他 原因就是我很難買到一些 在這裡買到衣服 可以打太穿的 身材很有趣 頸很粗 如果買到衣服 就長得那麼緊 以往都是在香港買衣服 因為第一很少在香港 而且也是十幾年都沒有買什麼衣服 以前只是空氣去買東西回來 但都不會做這樣的 覺得很多東西都用不完 到一生都用不完 所以就不要再買物質的東西了 除了要吃的東西之外 就差不多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沒有什麼衣服 可以適合穿 穆斯衣服 很奇怪的 穆斯衣服在香港買的 經驗都是很粗的 但是穆斯衣服都是很新的 大部分 好像蕭索蘭牧師那樣的人 是很少的 沒有見過蕭索蘭牧師那樣 高到很高的 很少的穆斯衣服 我猜你是用這個 應該是新譯本 是不是 我用的版本 依然用回蕭索蘭牧師那樣 但用了新標點符合的 所以等一下你可能看的時候 我引用的經文 跟你剛才所讀的有少少的不同 如果將來我知道你們是用的 我都不知道 有很多版本 我不知道 有另一個是新譯本 是2006年 新譯本的 那個都挺好用的 還有一些譯本 坦白說我就很熟悉 而且我都比較少用的 其實來講是 和學本也是認得相當的好的 所以我都喜歡用和學本 不過用了新譯都已經符合了 就是就可以了 當然由於和學本的用的字 是有些教育的 所以有時需要解釋一下 那就是照著你們 看看差番的 或者比較認識一點 OK 我們先做個歧託 參加師傅 我們現在是要在你面前 我們思考你自己的畫面 都求師傅你自己特別的看顧 讓我們能夠體驗你的聖靈 在我們當中工作 要說我的盆石 我的救贖主 要我吐了一些言語 心理的意念 在你面前 無緣化 剛才我最後讀了一段經文 那句說話是由詩篇第十九篇的十四節 拿出來的 有些人說 你是不是聖公會牧師 或者聖公會傳統 所以你用這句說話來做你的討告呢 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第一次聽人用這句說話來討告 總之有些廣師或者說 他們都會做個討告的 其中有一位的廣師 就是多數用這個討告 但是奇怪的問題就是 這位的廣師 他當然很好學力 他叫不叫他拿到一個PhD 他本身是神召會的 所以不是聖公會 你不知大家有否對神召會 是有些 神召會是 kinda 神召會出來的一個學者 他用這個討告 那不是星空會,最初一區不是星空會,你跟星空相差很遠 一般來說,神社會屬於比較年輕一點 當然,新加坡神業會也有些改變 他們開始有很多第一支舞蹈資訊就是聖經的研究 好了,我今天就開始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的經文 首先,我要在這個題目中解釋一下我的題目就是《窮得子有耶穌》 其實我這個題目的靈感是來講一本書的 這本書可能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們講國語的人可能熟悉這本書多些 這本書就是《窮得子聖下淺》 這本書是台灣的牧師叫黃陽明寫的 黃陽明這個當然不是名字,是學家黃陽明 他在2008年同姓 黃陽明是黃首人的,不過我們知道是黃陽明先生 這個牧師叫黃陽明寫的這本書就是在2008年出版的 因為牧師寫了一本書我們都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這本書是一本訂修書,根據各方面的資料 我知道這本書的時候,因為曾經在媒體上 無論是報紙也好,或者電視新聞也好,或者什麼都 都曾經大肆報道提過這本書的 就是因為台灣的前總統陳水扁 因為被揭穫很貴額的金錢的時候 就被收押,我們不知道收押在哪裡 可能是看守所或者規留所也好,不知道台灣怎麼稱呼 在2008年10月30日的時候,他就是陳志忠去探望他 他就帶了一本書,窮得只剩下錢給父親看 那些記者很諸事八卦的,說拿什麼給你看 拿會講什麼書給你看,所以很多人都因為這樣就知道 因為傳媒報導,我在這裡聲明一下我沒有看過這本書的 不過呢,其實那些題目看起來已經是好丟毀性的,是不是 我們都知道沒有錢才是窮,怎麼會有錢才是窮呢 所以那些題目已經是很…我們叫做… 可能是可惡性的,好丟毀性的,好像覺得有點矛盾 但是根據媒體介紹,因為我不看過這本書 我只能夠根據媒體介紹 窮得只剩下錢的內容就說 人不應該只是累積財富,應該去追求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那樣,那麼對於傳媒來說 就可能多數都說有價值的東西,比如樂心平安 但是沒有提到有價值的東西是認識耶穌的 那我覺得都沒有什麼理由 我牧師寫成了一本這樣的書的時候 當然是希望就說,不要只是掛著賺錢 記得要考慮一下救恩的問題,這樣 但是那些全部就不提的,可能那些全部都廢了 不想跟基督教宣約教,基督教的信息 但無論怎樣都好 後來這本書就成為一個… 即是一些人,我是說一個諷刺其他人的一個書 某個人只是賺錢而已 又不顧親情,又不顧名義,又不顧地位,又不顧人格的 又不顧內心的平安的,更加不考慮信耶穌 於是就,唉,這個人窮得只有錢而已 我把這個窮得只有錢,就改成了 就是我們的題目,就是… 剛才你們看回一下,那個就是窮得只有耶穌 窮得只有耶穌就是… 其實我改了做只有,就不要靜下 原因就是,第一,靜下好像也不太適合給我們 其實是根據所謂的聖詩的,就是我寧願有耶穌 所以我就說,靜下只有耶穌 特別第一行就說,我寧願有耶穌,勝得金錢 已經有個比較了,已經和我們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財富何變 窮是沒有錢,但我都窮得只有耶穌 當然我訂這個題目的時候,其實都有少少的原因 是根據,另外就是剛才你們所讀的經文 在第六節那裡,記載比德一小段的說話 其實比德說了很大段的說話 是一個很好的訊息來的 其實我希望都有機會和大家 可能將整段的說話和分享 是一件好事來的 當然關於這個,這個事件 其實是連續到第四章的 一個大部分的 但問題都說,我希望我不會覺得 大家覺得我是斷章取義就可以了 他是不是很怕這個問題 特別是一段很長的經文 最好就能夠說完它 我希望以後都有機會和大家說完它 在第六節那裡,比德說了一段說話 金錢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咳你 那好像叫他只能跟耶稣 他說我修善彌人謀你起來乃咳 當然我想按理沒有理由 一個袋一個先都沒有 可能兩個小錢都有一點 不過無論怎樣 他的確是很窮 為了基督律的原故 他的職業丟棄了 他哪裏可以做打魚都可以 一份職業的人士 放棄了這個 所以他應該是真的很貧窮 金銀都沒有 但有一件更貴的金銀就是耶穌基督 於是他對那個卻子說 我什麼都沒有 但有耶穌 就將耶穌給你 就將耶穌介紹給你 就將耶穌要你起來臨走 我們今天可以看看經文的解釋 這個人生來卻取的 在二節那裏說 一出生就是彎了 或者有問題 其實剛才我都說到 直到第四章是十二節的 他那個軍隊的事件覆蓋 那我就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到第四章是十二節的 即是三、四章 那在這裏 我想尋找一件事 特別尋找一件事 就是當這個卻取者 我用這個詮釋 我不叫他卻取 這個卻取的人 他那個是轉變 就還在這裏看這個東西 即是由他 未去被醫治 和他醫治之後 那個是轉變 那我就覺得都在這裏 還在這裏分享 第一 即是有四點 通常翻譯出一點就行 第一點就很簡單 背景時間 地點人物 即是背景點 那剛才我說 剛才我誇張你 因為那個新型本就好一點了 已經解釋了 是三點鐘下午三點鐘 這個呢 但是呢 用戶合本呢 即是百多年前疫的時候 他還用回中國人那種的計時 所謂十二地支 所謂紙醜人貌 十字五 那些這樣的計時 這個講了 剛才那幾個文章 新初的時候討告 應該是下午的討告時間 比德約翰就上聖殿去 這個門口就有個強腿的人 那天天被人放在聖殿的一個門口 那個門呢 就叫尾門 要求進殿的就就是 那看見比德和羅漢進殿 他就求求你 就像剛才你所說的 施捨 新型本都對的 施捨都對的 施捨之後 擺到明就很清楚 真是清清楚了 即是他原來是黑錢 比德約定精看他 比德說你開門門 看見我們吧 站就站不住了 但你陰部還可以看到東西 新初剛才說的 其實應該是 其實新時是三點到五點 所以似於新初應該是三點 或者三點半 左右 地點是聖殿 其中一個門口叫尾門 我不說太多關於聖殿的記憶 總之在聖殿有很多門口 其中一個是美門的確是漂亮的 確實很漂亮 這個門是裝飾的 有種是比較特別的 跟正門有少少的不同 人類就是一個卻退者 由斯特羅比德和約翰 當然還有很多人 現在有很多人在聖殿 去敬拜 所以當那些人叫做老人 加別秉丁等等 一個悲淡的卻退者 或者卻子 今天這件經文的人物 一出生就是卻退 有時候以前有些經文 所謂的卻腳病 中文廣東話叫卻仔 或者看文革就是卻子 但我覺得這個稱呼有少許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這個稱呼 有些中文聖經 他們加標題的時候 很有趣 就加了用卻退者去描述這個意思 我覺得雖然是多了個字 和卻子來說是多了個字 但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比較尊重人一點 所以我就用這個計作為一個認識 這個卻退者的聖經 因為他一出生就很殘疾 我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可能那些腿都歪曲了 或者變形 所以在當時來說 是無法醫治的 由於他不會走走 所以天天被人抬來 放在電的一個門口 那就是尾門 那要求俊典這些人 是周濟或者施捨的錢給他 那根據第四章二十二次講 這個人當時已經是四十幾歲了 那剛才我都說了 要求俊典為什麼是周濟或者施捨 其實這是很聽的說法 其實他就在那裡含黑的情勢 或者是黑錢的 希望你施捨給他一些錢 那希望在聖殿裡面 第一人多點 第二 希望那些人當時會有些好心點 善心點 慷慨一點 於是會給他一點錢 那由於我們這個卻退者不能夠走的時候 所以在當時我們以國會 怎麼會知道 為什麼要到這樣的做法 要到聖殿那裡行黑呢 因為不行得就是沒有謀生的能力 在當時 我們都會想一下 在彩鱗語上面都可以寫書 好像什麼都沒有 哎呀 一後見到今天 金 即是現在可以用勞去陌生的 不用一定都是用勞力的 但是在當時不是大部分的工 都是用勞力的去埋生的 那麼 跌了腳 殘廢了就不可能是埋生的 也都不可能賺取金錢 去供給自己生物的需要 也都我想他在當時記載的時候 他父母已經過世了 四十歲 以前當時的人都五十歲 已經很長 那麼他父母也可能很早就過世 或者是當他大約二十歲就過世了 所以大部分人當時的人都很窮 沒有多少人 好似今天有些人有很多錢 因為當時是大部分賺錢的 都是做工賺錢 現在有些人偵壓他 財富是因為財富賺錢 那也都沒有一些很有富裕的親人照顧 看起來都是 那當然更加沒有社會福祉可以幫助 因為我們覺得可行的是 他有些朋友或者律師都沒有講 總之有些人每一天都將他去聖殿 放在門口 尾門的地方 希望那些聖殿免 討過或者是憲制的人 可以施捨這些金錢來 我們要住一個殘疾的人 是不可以進入聖殿的 甚至比較接近聖殿都不可以 所以他只放在門口 我都相信比較遠小的地方 或者有個走廊的地方 或者是遮風擋雨的地方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開始了這種狠黑的生涯 可能是從少年開始 又或者當我父母離世都不慣再照顧他了 那他就要做些公認了 有一個保守的估計 他可能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下 生活了30年了 其實都很奇怪 但現在的殘疾都可以活到40多歲 其實是挺難得下的 當時的社會 但無論為什麼 我們想一下 他可能真的在這樣的生活裡 一種是靠黑色的生活裡 而是通過了30年 如果我們覺得他有沒有任何的改變 可能他一生都是這樣過的 現在我們都相信他都沒有很多日子過的 因為已經40多歲了 他在這個活動 好像我們今天說的 那些物理治療 那些東西 身體的機能可能會退化得很快 那這個是一個很悲慘的日子 所以我說一個悲淡的卻退者 卻退者就是這樣 那這個真的是很絕望的人生 這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他一直在門口看著 那些人馬上進入聖殿 離開聖殿 但他是沒有機會進入聖殿 這個我覺得對他講一個相當重要的事件 OK 強退者與耶穌相遇的第三點 那我用這些標題 有些人覺得 不是啊 他都沒有見過耶穌 耶穌沒有出現 那為什麼說 我給他一個標題 強退者與耶穌相遇的 那樣 好像有一點點和事實不符 但我們要記住 當這個強退者遇到彼得和約翰的時候 彼得和約翰指出 耶穌是改變了那個強退者的人生的軌跡 如果我們表面看起來 好像就是彼得和約翰 醫好了這個強退者 但是真正醫治的是耶穌去醫好他 正如彼得在第十二節至十二節 這段很長的一段說話裡面 他講了 所以我就把它分開幾段給大家看看 我特別用一些藍色的前排 叫他或者他的僕人 就是耶穌 就是在這段說話裡面 都講很多次 那麼不同的說話 譬如聖結公義者 或者是上帝的僕人 也都是耶穌 他這裏都講耶穌 很多都講耶穌 意思就是說 彼得在這裏講 譬如說 還有就是他的名 他的名是代表 他的能力 他的身份 都是他的他的名 所以耶穌的名是代表了 就是耶穌有他的能力 他的過去的一生的經歷 或者他將來的地獄 他明白就是什麼呢 令到這個人 是葬結了 或者見葬了 還有證實一下他所持的信心 叫這個人 在這個人前傳扣了 這個挺有趣的 都沒有提到 一般我們看不出的跡象 但都提到 他就說 那個人現在對耶穌有信心 所以耶穌就令到他可以走 所以在整個彼得的說話裡面 就說 這個人能夠可以 這個強取者 能夠健康的 能夠再重生走的人 是因為耶穌 是因為耶穌 是因為耶穌親住的幫他 或者他也都對耶穌的信心 所以我就用這個 與耶穌相遇的 那個其實也很超越 那 無論怎樣都很簡單 就是說 是耶穌的能力 不是 約翰那個的 是虔誠 我覺得就是這個東西 讀那個的 能力和虔誠 這個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提到 就是美德和約翰 不是靠我們的能力 不是靠我們的虔誠 讓他們走走 其實這個也有 好調偽性的問題 再或者我肯提一提 我們時候都鼓勵 我們要過敬虔 或者虔誠的生活 我們都相信 如果我們敬虔 去過生活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好的見證 如果我們要在事項裡面的時候 敬虔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過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事項裡面多結果子 甚至可以成就大事 甚至可以成就大事 但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就是 能力是來自耶穌 甚至那個事項的果效 都是由耶穌的作為 又是聖人的工作 其實我們的虔誠 其實我們的虔誠 未必起得起什麼作用 不過聖經依然鼓勵我們 我們就說 我們基督徒要過虔誠的生活 未必有些虔誠的時候 一定有什麼好的結果 但是當然上帝也似福 給每一個敬虔的基督徒 他們的生活上面是可以 有美好的見證 甚至在很多事情上面做的時候 得到上帝的似福 但是我們解釋基督徒 可以用這個說話的時候 意思是基督徒要過虔誠的生活 但是不可以跨擾自己的虔誠 無論怎樣也好 對於那個卻取者來說 他是因為彼得要向他緣故 和耶穌相遇 從此他人生是不再一樣的 第四 在這裡我覺得到 我特別是有個觀察在這裡 所同的分享 卻取者的身生 跨越門檻的經歷 好快先說說門檻是什麼 門檻在我們以前廣東人的 說法就是木產 但我不知道怎麼寫的字 就是門檻 就是廣東話很多東西都寫出來的 那就是比較對就是門檻 就是在一個 好像我們這個地方 你外面和外面的時候 是有一個地方的 有一個洋 有一個藍 或者有一個界線 現在多數是界線 我記得那時候說在廣州的時候 有些屋子有個門檻是很高的 高到這麼厲害的 就是在廣地下的 有一個門檻的 那些不知道什麼是檻的 有一個木造的 尤其是有一個解門的 很多人過的門就會激進去 因為太高了 估計錯誤了 小人第一當然過不了 所以就被大人逃過去了 那這個叫門檻 我們廣東話叫門檻 這個就是分了一個建築物的外面和內面 所以我在這裡就用這個說話 就是用這個形容詞 這個卻腿者的身心 是一個跨越門檻的經歷 實上的確也是事實的 那我覺得 在這裡有一個好心的描述 關於這個卻腿者的身心 是怎樣描述的話 當在前提到的 第三至七節 第三章七節到第十節的時候 他說於是拉著他的右手 他的腿 他的腿和腿骨立刻健壯 那他感覺上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覺得他的腿好像有一點力 但是問題是說 是不是相信有力 是可以站起來或者跳起來 那這個其實是牽涉到信心的問題 那所以 基本上他都是相信了彼得 還有他們說了 耶穌依賴的 所以他覺得是牽涉到一個信心的問題 那所以他就跳起來 站起來 因此就試一下走 那就是跟他們進入了聖地 那這個就是什麼意思 進入了聖地 去到聖地怎樣 因此就走了 這些走不是跑的 因為 你知道他們寫的字 跟他們廣東話的字有不同 我們就走 不要走得那麼快 那我只是等於跑 寫字 但是走其實是walking 真的走 但是跳就很有趣了 你說是很興奮 是不是在聖地裡 不可以跑呢 我覺得很特別的 但是可以跳 就是表現一種興奮的 甚至是跳舞的 可以的 可以的 這樣就讚美上帝 然後百姓看見他 可以了 行走了 即可以走到 於是都讚美上帝 還有他們說 這就是坐在門口 現在可以走進來聖地 不明白 那就是因為他所行的 他所遇的事 滿身稀奇的經驗 在這裏呢 我講到就是進入聖地 三十幾年來 三十幾年來 他一直都坐在聖地的門口 而且不可以太接近的門口 但是當他的殘疾 一旦是傳遇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 不是去找他份工 有些收入 也是他進入聖地 走進去 跳著讚美上帝 這個暗示 一件事就是 這個暗示 或者最短的經文 也有一個意思在這裏 幾十年來 他在聖地裡 看人們出 看聖地的門口 看人們出 進去聖地 敬拜 或者討告 看人們離開聖地 但是他只是 永遠都留在聖地外面 因為當時 律法是不容許殘疾 給人聖地 當他一旦 是那個 徐徐徐醫好了 他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一個正常的人的時候 他不是去找一份工去賺錢 而是急不及到 他是進入聖地 我想就他董事的幾十年來講 他有一個方法 能夠跨越聖地的門口 進入聖地來講 是他渴望的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他要有這樣的行為 就是當他一好了 就馬上就要去進聖地 而且是很開心的 很興奮的 進入聖地裡 跨越了聖地的門口 但是他人生的分水 在聖地外面 他現在可以在聖地外面 這個分別是很大 我們有時候 因為我們去教堂裡 我們不覺得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回來教堂 然後走回去 但是對於這個強腿的人 強腿者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在聖地外面 他是一個黑概 又黑錢 在聖地裡 他一個朝聖者 在一個變化上 那個分別已經很大 他不是再 作為一個 要靠施捨 在聖地外面 這個強腿者 一無所有 除了身上有衣 衣服都是不給他 他真的什麼都沒有 在聖地裡 他依然是窮 但是他有耶穌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這很對 窮得只有耶穌 是的 依然都是窮 但是有耶穌 當然我覺得 上帝到恩代 每一個信的人 有時候 我們覺得 在史前 很多福音初傳到中國的時候 在農村裡 有些人 什麼都不識字 他們信了耶穌 他崇拜 慢慢他們學會唱詩 慢慢又學會看聖經 慢慢又學會識字 於是他可以 開始接受得到好的教育 當然可能因為 宣教師對他們幫助 而改變了他們那裡的人生 甚至他們 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的時候 甚至對社會有更多的貢獻都有 當然他不是說窮 那時候做監作 不可以對社會有更多的貢獻 但是那個貢獻有更多的貢獻 但是那個貢獻有更多的貢獻 上帝很恩代的一名 不只是把耶穌賜給我們 又算數 其實他也同時把這麼多的貢獻給我們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我們要留心 這個牢獻一天後他可以留心 因為他已經健康了 他不需要再靠人思寫 但是在此刻 當他進去聖殿裡的時候 他依然進行窮 但是他已經有耶穌 當然在聖殿外面 和聖殿裡面 其實有一道紅溝在這裡 他在聖殿外面 這道紅溝是什麼 就是他跟上帝被隔絕 身體上被隔絕 但是身處聖殿的時候 他就可以 我們會fisically去親人上帝 這個也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所以我少少的總結 剛才都講錯了 在總結上 我想三點跟大家思想 第一 耶穌帶來人類的身生 跨越門檻的經歷 我用這個做法 就像那個卦腿 在聖殿外面 跨越了門檻 得入聖殿的手 其實今天這段經文 內部很豐富 不過我聚焦了 就是在這個卦腿的身上 他的身體彈折 而且頻繁度 是幾乎一人所有的手 但是當我和耶穌相遇的時候 他的身邊又出現 翻天覆地的改變 很多時候我們就 當然我們說 是不是真的翻天覆地 事實在當時很轟動 在外面我們記了 當時看見他 知道他醫好了的時候 竟然周圍的人都走來看他 到那裡都覺得很興奇 很稀奇 好像第十一節那裡 第十五節那裡 第十五節那裡 第十一節那裡 那些經文 沒有在那裡 好像第十一節那裡 那些人都很輕情 有些人都跑去看他 這樣 他進到聖殿裡面 他自都很興奮 很快樂 因為那裡 不單是在那個行走 而且在那裡跳 當然跳躍 在那裡跳躍 表示一種慶祝 一種興奮的行業 就是耶穌幫他 給他帶來新生 當然 我們看看今天的基督徒 是怎樣的 今天基督徒 有沒有跨越環林這個經歷 也值得我們去思想 今天 我就會覺得 我們未必像這些強體者 一樣經歷醫治 當然也有一些少數的基督徒 我們都經歷在執政上的醫治 但是我覺得 在那裡有一個 這個經歷跨越門 這種的體驗 今天我們 我解釋一點點 因為我們比較少聽 神跡發生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今天的世界多元化 當然也是 因為聖經裡面的神跡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看到很多神跡 其實我不要忘記 聖經裡面寫 有跨越是三千年的 可以說得數 所以 有神跡的記載 你想想三千年的記載 神跡 你數一下聖經裡面 所有神跡 有片都見了 那你就會發覺 其實如果把它分開來講 很可能是幾十年前 一件神跡 平穩計數 當然在耶穌多時代 和司徒的時代 神跡比較集中一點 就不同了 但無論怎樣都好 今天我們的世界 比較少聽聞神跡 有個原因 因為今天的世界多元化 神跡的發生 未必被人直接想到去認識 真神要化順低 我舉個例子 我記得當時是有個 不是有個 有個平信律有病 他有去隔會 那我們當然 當然已經知道 我會討過了 希望快點醫好了 但我們又聽聞 他有另外的朋友 有他 有些人 他們信其他的宗教 他說都為他 都為他 總之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都為他們 求他們的神爭 我當時聽到 這麼奇怪 如果真是他好了 就受不了這個 誰會醫好他 是耶穌上帝 是主耶穌基督 是醫好他 只要那班朋友 所信的神 神明醫好他 所以現在在一個多元化 有時候我們覺得到 神跡的小出現是好的 因為我們會很混淆 很混亂的一個心境 但是我們今天 依然說出來 我們未必一定是見到 除非是很清楚 個人知道 如果他經歷的神跡 是一定是主耶穌基督神 其實呢 的確會在這方面 有些超自然的神跡 他做一些超自然的神跡 但無論怎樣都好 今天我們依然都可以做一個經濟 我不知道我們信言社會有沒有經歷神跡 或者我們經歷什麼 或者是心靈上的衝擊 但是都是一個跨越門檻的經歷 譬如我們曾經是失喪的人 現在我們被耶穌集 找回來了 我們是曾經被罪惡捆綁的 現在我們可以得到釋放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罪 我對身體上 對我們那種的束縛 和那種的控制是怎樣 使徒普羅就有很多很親身的經歷 但是呢 我們因為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釋放 我們曾經為人生而徒旺 但是因為信了耶穌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本身的盼望 心裡面有些的安穩 有很多時候 我們有一種未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們都解釋不到的 我們就很困惑了 明白嗎 或者是否緣分 是否機遇 是否命運等等 但是當我們信了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跨越了這個門 我們有一種經歷 這一切都是主耶穌那個的長官 他拯救了我們的 原本我們以上帝為敵的行業 我們成為上帝的義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經歷的跨越門 那種的人生 第三 耶穌生的主令我出色入生 對於人來說最重要的門檻 是需要跨越的就是生和死 要出色入生 在這裏特別 其實比特後的這段說話 是很長的 其實都強調一容 就是關於耶穌的福的重要性 其實早期所有的 是很多的信息 包括保禄的信息都 都是跟福很有重要 很重要的關係 在這裏比特說 他們說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 上帝叫他從死裡復活 我們都是為這事而作見證 這裏形容耶穌是生命的主 這裏形容耶穌是一個很獨特的稱呼 沒錯 耶穌是以色列 是被以色列殺了 但是上帝叫他能夠在死裡復活 復活了耶穌才能夠被稱為 配為稱為生命的主 死了不復活的耶穌 怎可以算是生命的主 只有生命的主的時候 才可以叫人得到永生 世上沒有人 除了耶穌之外 每個人都要經歷死亡 耶穌是生命的主 因為死而復活 但是我們基督徒是 都是因為相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有過這種花月門的經歷 正如奇異因典之首 詩歌剛才我都提過 奇異因典何等金田 我罪而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未沉回 赤眼今得悍結 很大的轉變 這幾句的思想 罪得到赦免 被沉回是一個曾經是失喪的藥 誤入歧途 但是現在是可以被耶穌找回 進回到耶穌的藥圈裡面 黑眼當然也是一種的比喻式 不是真人藍 是因為我們以前不認識上帝 不認識耶穌仇 現在因為這樣 如果是耶穌的救贖 我們跨越了這個門藍 我們就可以認識上帝 但是在這個在在 我不知道在在在 有沒有人被信耶穌 或者是在聽的人 有沒有人被信耶穌 我祈求上帝幫助我們 早日被上帝祈求 上帝早日感動我們 信靠那位生命的主 當你信靠耶穌神 耶穌就帶領跨越了門藍 進入上帝的家 成為信耶穌 昔日 在上帝的家以外 現在進入上帝的家 昔日 只是一個在外面流浪的 現在就成為上帝的兒 這個也是我對大家的鼓勵 如果我們是未請耶穌 所以人可以作一個回應 當然我們信了耶穌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一次思想一下 我們過去的經歷 或者現在我們都可能有這樣的經歷 跨一步的確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祈禱求天福利 在上帝幫助我們 七個天福利 我們都是願意在這個求祂者身上 看見祂生命的改變 是被主耶穌基督的改變 而那種的分別是很大的 我們都求天福利自己幫助我們 再一次思想我們 那個生命被你改變 我們為了一切感謝 而且我們知道這個改變 對我們來說是好的 特別我們多謝你一次和我們本身 以致我們對死亡是不需要大的恐懼 我們都是祈求有微信的朋友 都能夠是接受 主耶穌基督報告的恩典 被耶穌基督拯救 帶祂進入天父家裏面 我們祈祈祈祈祈祈得聖明求 阿倫